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老師如果是在教室端 您可能會用到的兩個工具 一個是免費的螢幕的繪圖 跟這個所謂的這個簡報的這個教編 那麼您可以看到我們剛剛上課過程 老師很清楚我就要畫來畫去放大 那麼這個就是這個功能 這個也不用安裝就一個檔案而已有沒有 點下去執行就好 那您可以看一下 如果呢您有安裝有執行成功的 在哪裡在這邊 在這裡 好你看我現在就放大一點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放大鏡 這個對不對 好這個 那所以呢您可以在上面直接按右鍵也可以 這裡有一個選項 您可以看一下 我們如果是直接要畫圖 就我在螢幕上直接畫的話 它的預設快速鍵就是Ctrl加2 Ctrl加2 那如果你要放大縮小 在這裡有Ctrl加1 實際上有一個比較好用 但是我們SP不支援的 叫Live Room 也就是我們剛剛在這個畫圖也好 或放大也好 在這個狀態之下是不能夠操作電腦 也就是說好像把你的現在的螢幕變成一個圖片 我在上面畫而已 但是你要能夠繼續操作 要用這個Live Room 也就是說我放大之後我還可以繼續點 操作網頁啊 或者那個檔案的功能 就跟一般電腦一樣 只是放的比較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這裡面齁 你看喔我就直接Ctrl加2 好比如說我們再講奇摩 因為像這裡 網頁其實如果老師會剛剛那個快速鍵 Ctrl加跟Ctrl減有沒有 直接放大也可以啊 這樣很方便對不對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大 沒有關係 Ctrl加2 我們先畫圖 Ctrl加2 有沒有變成一直 變成這個筆了 對不對 那就可以畫 那如果老師覺得這樣畫不直 Shift就是直線的 有沒有 Shift 如果你想要用框的怎麼辦 加Ctrl 有沒有用框的 對不對 會不會覺得筆不夠大隻 不夠大隻怎麼辦 Ctrl按著 Ctrl按著 不要放 滑鼠的滾輪往前往後 這樣會比較大隻嗎 這樣同學又看不到 我就很懷疑 懷疑什麼 那個投影機的不夠亮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在教室 那個投影機比較淡了 或者是光線太亮的話 效果比較差 Ctrl按著 加滾輪 就可以調整 一種顏色夠嗎 不夠對不對 所以老師記得了 這個英文單字 顏色的有哪幾個 瑞的 瑞的 對 紅色嘛 R有沒有 肩膀上R 然後呢 G G Green 有 B Purple T 有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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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錯一筆 全部擦掉 這樣不是不划算嗎 所以我現在寫的版書 都是叫螢幕書嘛 我都只在螢幕上寫啊 好 萬利尼寫了好幾筆 那請問大家平常還原是怎麼還 加什麼 加計 對啊 有沒有還原一個 加計啊 這樣會了吧 那如果你做好了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我想要放大的話 欸我現在在畫 你可以加你的滑鼠滾輪 滾輪有沒有 滾輪就放大縮小 往後退就縮小 那你到定位之後你按下滑鼠左鍵 這個時候就是又回覆到什麼 畫筆的功能 就是你放大縮小用滾輪 滾好之後你可以繼續畫 如果你做好了就可以按ESC離開 也就是說我現在已經講解完了 那我就要回覆原本的電腦操作 我就按電腦上的ESC或者是滑鼠的右鍵都可以 好 離開 有沒有就恢復原本的正常操作了 等於說我剛剛進入這個繪圖模式的時候 這個網頁這裡是不是就不能按 因為你只能畫圖嘛 好像把畫面抓下來這樣子 好 把它抓下來 那離開就按ESC 這樣會了吧 簡單齁 好 OK 這是第一個 那麼這裡還有一個呢 這個 您看一下 老師應該很久沒用教編了嘛 這裡 蛤 會被告 螢幕上用不會被告啊 在這裡 好 教編你看看多大 因為其實有些時候我們會需要是什麼 在教室現場那個投螢幕 做後面的東西真的比較看不到 嘿 那所以您可以適度的調整齁 看那個筆多 那筆有不同的顏色 還可以設它的透明度啦齁 好 那如果像這樣子 預設我是把那個滑鼠游標隱藏起來 有沒有 這裡隱藏起來 所以如果這裡沒有 你會發現有沒有多一個滑鼠游標 只是記得它在點的時候 你要點的話它是尖端那裡 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是滑鼠的那個點的位置 好 所以像我這裡 我通常會把它藏起來會比較好 對 那我就把它 像這樣 如果您在上課的時候 我就點到哪裡 這樣同學至少看得很清楚嘛 好 你就移到下面它的筆會變這樣 這樣OK 簡單齁 那如果您要把它藏起來 因為有時候已經OK了 你藏起來你可以在這邊 有沒有 這裡 您直接按一下鍵盤的 滑鼠上的右邊 有沒有 這藏起來了 再點一下右邊 又是不是又出現了 好 就在這個圖示上按滑鼠的右鍵 當然其實它有快速鍵啦 它有快速鍵 那您要不要用都沒有關係 有的是連按滑鼠三下 那像我來講 我不太喜歡用它快速鍵 是因為我的那個軟體 有的會跟這個衝突 所以我就不用 我就 要用的時候再用點的就好了 如果您是滑鼠左鍵點三下的也可以啊 咄咄咄咄 1 2 3 太快 哈哈哈哈 沒有出來 OK啦 所以你用右鍵 有沒有比較方便一點點啊 好 OK